郭敦山是传说中的古墓 这天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 而且洞口的土还是新的 他们向上级汇报考古研究所的杨军接到指令来到了稻洞勘查 他发现这是一个大型稻洞 当即决定下去一探究竟 刚下去没多久 杨军就闻到了一阵扑鼻而来的浓香 再往下几乎被黑暗覆盖 头上的井口也变成了小小的亮圈 他靠手电的微光隐约看到墓内全都是水 还有被盗墓贼锯断的果墓 一共五层 杨军断定这里必定是一座高等级的古代墓葬 并且很可能已经被盗 甚至文物已经被转移了 他小心翼翼地回到地面 立即向主管部门报告 申请抢救性保护 很快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墓葬的抢救性挖掘 发现盗洞的大墓被命名为一号墓 以它为中心附近分布着大小墓坑近十座 盗洞所在的山丘就是古墓的封土堆 形状像一个道口的梯形巨斗 也就是业内常说的腹斗 这种形状的陵墓常见于秦汉 尤其是西汉皇家陵墓的标配 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权中心都在北方 而南昌地处长江以南 韩书记载 只有一家落户南昌的西汉猎猎 海昏猴 共立四代 十亿四千户 发掘工作 首先从陪葬坑开始 从中出土了一批车马器具 种类繁多 做工精美 令人疑惑的是 墓中陪葬的竟然全部使用了真车马 要知道 在当时只有诸侯王一级 才能使用真车马陪葬 因此长江以南从未有过类似发现 作为猎猴 究竟他们中的哪一带能享用诸侯王的待遇呢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 专家决定先对主墓进行清理 表层泥土清楚后 一号墓葬陷露在人们眼前 这是一座甲字形大墓 总面积约400平方米 在勘察过程中 专家发现了几十个或早或晚的倒洞 其中一个倒洞中 出土了件千年前的灯盏 曾经盗墓者留下的东西也成了文物 更加意味着一号墓很有可能已经被盗 然而随着勘探工作进一步展开 他们意外发现 这些盗墓者的脚步 只是停在了主墓外存放衣物的地方 没有继续深入盗洞 原来这里千年前发生过一场罕见地震 墓中许多地方都已经倾斜坍塌 不仅如此 地震后泼洋湖在洪水中南清道观 墓穴变成了一座地下蓄水池 这才阻挡了古代的盗墓者的脚步 主墓外回廊清理正式开始 首先在北藏阁乐器库中出土了一套中庆乐器 作为汉代礼乐的象征 文物价值极高 这表明墓主的身份一定也非同小可 紧接着有了一个更大的发现 钱 一座前山整整一座坑里成千上万纵横交错的 都是由铜钱堆砌而成 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数